特斯拉VSBID最新情资 2022年12月7日,星期三,北美 依据科技记者Mark Gurman报道 苹果的Apple Car可能会在2026年推出 届时价格有望下降到10万美元 约人民币699,600元 以下,从而吸引更多客户 预计Apple Car将采用更传统的设计 并且无法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但还是可以在高速公路上使用自动驾驶模式 定价方面,最初的计划是超过12万美元 但苹果现在计划降低价格 可能是因为初代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不够完善 顺利的话,预计苹果会在2023年之前完成Apple Car的设计 在2025年开始测试,然后在2026年推出 如果基础款Apple Car的定价在10万美元左右 它将会与特斯拉的高端Model S展开竞争 2比亚迪将于12月9日推出全新SUV护卫舰07 定位中型五座插电混动SUV 为比亚迪海洋网全新车型 也是比亚迪军舰系列的第二款量产车和首款SUV 预售价21至29万元 3比亚迪,预计今年利润150亿RMB 同比增长400% 四招商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 维持比亚迪股份增持评级 明年业务或保持快速成长 目标价387港元 公司11月销量突破23万辆 销量结构优化 出口及海外市场布局进入快车道 新高端品牌仰望标志品牌矩阵成型 虽然半导体暂缓上市 有利于维持高成长下供应链稳定性 5比亚迪核心供应商大会已经放出消息 2023年销售目标为500万辆 那么比亚迪的产能能够支撑吗 6.12月第一周新能源车上保险量数据11.28-12.4出来了 特斯拉理想汽车 蔚来 NIO销售大将 比亚迪微增 比亚迪40244辆 环比增5% 特斯拉 11670辆 环比下降28% 小鹏 1963辆 环比增34% 理想 4228辆 环比下降3% 哪吒 9033 环比增长403% 未来 3141 环比下降16% 7比亚迪在刚刚过去的11月份成绩喜人 比亚迪销量达到了历史性的230427辆 同比暴涨134.3% 连续三个月突破20万辆 旗下每一个产品几乎都是爆款车型 比亚迪唐家族超2万辆 比亚迪琴和比亚迪援军接近3万辆 比亚迪汉则超过3万辆 比亚迪宋更是达到惊人的64145辆 此外 海豚26,063辆 海豹15,356辆 售价40万辆 左右的城市第9也有3451辆 把欧洲新能源汽车11月销量数据也出来了 根据各国汽车协会官网统计的数据 欧洲主流九国合计销量23.8万辆 同比增长30% 环比增长39% 创下了2022年单月销售最高纪录 9.11月份澳大利亚纯电动汽车市场 销量前三分别是 特斯拉Model Y 1805辆 比亚迪 Eto3达到845辆 391辆特斯拉Model 3 10周二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工厂二期项目开始动工 台积电表示 在该州的投资从120亿美元提高到400亿美元 是该公司在海外最大的一笔投资 也是亚利桑那州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一笔投资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称 本次开工的二期工程 预计于2026年开始生产3纳米制成技术 目前兴建中的第一期工程 预计从2024年开始生产4纳米制成技术 两座工厂投产后 预计年营收将达100亿美元 其终端产品市场价值预估超过400亿美元 本次开工仪式 美国总统拜登 苹果CEO库克 英伟达CEO黄仁勋 美光CEO桑杰 梅罗特拉均有出席 巴菲特语落 大部分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 曾博士解读 从众心理和贪婪恐惧一样是人类的原始本能 巴菲特经常讲驴鼠的故事 警醒人们要独立思考 但是要摆脱人类的原始本能 谈何容易 因为这就像地球人类摆脱地心引力一样 所以 价值投资本质上是一个修行 最终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克服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以便我们持续做出更好的节目